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特别复杂 所以说就如大家所见 所谓表格的那些combination 无非就是left align, right align, top align and inside only 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 以及是在表格内的一个label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因为我后来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左对齐和右对齐 因为有一份资料我看到的是这样表示说 这个是左对齐,就是右对齐 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有多想 然后我后来本着科学的精神又想了一下 或者是就做了一下research 包括后面看了一些数据的报告 其实正如我所想的 这个应该是右对齐 这个才是左对齐嘛 所以我看那个professor的资料 简直就是可见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在这里注意一下 它所谓的左对齐对齐是指这个label 这个alignment 然后其实从typography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的阅读方式是从左到右 所以左对齐永远是比右对齐要来的读的方便 所以当你设计海报或者是设计什么 需要别人读的那些东西的话 一定先从左对齐开始考虑 因为我之前的professor 他是非常的old school style 他从来不用右对齐 因为右对齐当你有一个单词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当你是一句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阅读 因为那个断句是错的 所以如果是从 比如说你是文化人或者是写书的 或者是像我那个教授他比较注重语言的 他从来都是不用右对齐的 用右对齐的阅读方式 好比台湾和日本有数的那些排版嘛 那等于是从下往上念 这就不好念 对不对 倒过来就不好念 所以基本上这个的话是要周振一下 然后我做了一个实地的 Amazon的一个click around 然后发现Amazon的话 它在最置顶的上面有一个这样一个indicator 然后告诉你做到第几步 当你在填表格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提示的一个作用 然后基本上它标签非常清楚 它基本上都是top line都在上面 然后呢也有一些提示性的是在里面 然后左边这一个是整个的就是关键的一个因为这边告诉你是shipping address嘛就是邮寄地址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邮寄地址 然后右边的话呢是Amazon locker location然后这是另外一个option 然后这是一个secondary的选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search的design style和这个button是不一样的 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事 这就是说Amazon他们部门太多信息太多需要做东西太多 他们更新了这个按钮却没有更新以前比较老的一些系统 包括今天我在用iPhone的时候 iPhone6 plus 当你那个iTune 和App Store 密码掉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iForgot 我忘了 然后你进这个iForgot的时候 它的界面还是苹果第一代的界面 也就是说他们其他东西都在更新 但是当你是跳出这个app到其他的一个第三方 或者是之前的一个database的时候 他们因为疏忽了或者是没有更新的话 你还是看到非常旧的design 这个基本上在每个app里都可以看到 像苹果这么强大的公司 他们这么注意细节的presentation做的那么好的 kino做的让人掉眼泪的 他们居然也会在iForgot里面用的是最旧最旧的版本 也许是database的问题 也许是他们设计师没有注意到 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 就是在6plus的机器上居然可以看到第一代的按钮 就是那个比较三维的 然后有crystal的 有水晶那种斜面 还有shadow的那种 真的是太让人惊讶了 然后scanline的话 我不知道字面意思解释的就是扫描线吧 但是基本上大家这边都可以理解吧 就是说当你填一个表格从上到下 我不管你表格的形式是什么 但是整个流程都是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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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来 然后这个是有点斜的 然后你是阅读的习惯 所有人的阅读习惯 除了亚洲人它有竖形的 像台湾和日本都会有竖的是 从右到左的阅读习惯 基本上西方国家 英文的这种alphabetic的那种语言的话 都是从左到右的阅读习brick 这个很容易解释嘛, 这是阅读习惯嘛, 就是这样, 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那你的填写的就是这样,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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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来回, 一直填到最下面, 然后要看到这一个, 这个的话是左边这个, 第一个你先看到的东西是不让你选的, 是cancel, 反而右边这个是最主要的, 你要点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 当然它已经从颜色上有区分了,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你先看到的是不想让你点的,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网站会把cancel放在右边的道理, 就是我先看到是确认, 然后第二看到的是cancel,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点怪怪, 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它旁边那个是next, 是下一个, 通常下一个是右边嘛, 所以它才会放在右边, 所以在设计上你会有这种很多细节上的争论, 你跟设计师, 其他设计师也好, 跟UXZLiner也好, 我觉得谁的理由更充分, 谁的理由更有论据, 我们就根据谁的那个方向去摆这个按钮, 然后呢, 根据用户的测试和回馈,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放在右边点的很低, 然后放在左边的话反而点的高, 这个就是所谓的AB test, AB testing, 就是说我们做两个版本, 我们先把cancel放左边, 然后B的版本我们把cancel放右边, 然后同时把这两个版本release出去, 然后从系统里面select一些user, 也就是说, 就好像Facebook和LinkedIn一样, 当他们有新版本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7月份发布新版本好了, 他们会在6月份甚至更早的时候, 会选一些用户, 然后是只对这些用户开放新版本, 给他们做AB testing, 然后为什么呢, 从他们身上得到有效的数据, 就是看谁哪个点得多, 然后他们才会决定一个方向, 把这个release给所有的public, 所以这个是还是数据说话吧, 因为到时候你跟你的设计师, 跟你的工程师扯破脸, 就是打破头都不会有结论的东西, 就是测试一下, 我不知道这种测试会花费多少, 但是大公司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花钱, 就是做这个AB testing,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一点点的区别, 会导致用户的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和减少, 所以他们就是靠用户赚钱的嘛, 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测试, 这个就叫AB testing, AB test, 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偏于UX的几个就是知识, 但是scanline是完全visual的, 所以visual designer应该就是想要知道一下, 好了, 这边我因为挖了一下PayPal比较早的版本, 不好意思, 比较模糊, 因为没有高清的了, 因为现在一般这种黑货公司, 它logo也都换掉了嘛, 找不到旧版本了, 我只是想拿它旧版本做一个负面教材,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版本有很多tap, tap, un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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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是很, 就是比较老的design了, 然后也不是所推崇的那种视觉上,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scanline是true,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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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是发钱, 然后才是edit, 或者是cancel, cancel和edit在右边, 主要的action在左边, 因为这个流程是这样的, 那大家看一下它之后的一个design, 大家可以看到scanline是true,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区别, 但是从用户反馈上来说, 也许他们完成整个表格和发钱, 从25秒减到了20秒, 甚至是15秒, 这个对设计来说是一个huge leap, 为什么苹果每次发布的时候就说, 啊, 我们的续航时间从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看着只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但这两个小时是有无数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奋斗出来, 他们能浓缩就浓缩, 然后这笔记本清了几克, 薄了两毫米, 那个第一代iPad到iPad Air, 薄了整整一倍, 他们都是从硬件和软件高度挑战的情况下才这样的, 得到这样一个好的产品, 然后如果是光输入时间的话, 不要看快一秒也是赢, 所以很多测试就是说, 真的是只有快几秒的事情, 但是用户就很多人就bell out, 很多人就不进行下来吃了, 然后你快的话, 他反而那个用户使用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几秒, 这个小小的设计的改动可以带动产品的使用率, 这种盈利是很庞大的, 就是特别是当你有庞大用户群的时候,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从资金上来说也是很大的, 所以要给设计师多发点工资, 是真的, 倒是真的, 然后还是look这个人, 然后我要给他一点credit, 就是每次po他的东西的话,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大家去看他的东西, 然后我只是把他的东西搬过来给大家分享, 然后他有个study, 这个比较旧了, 因为我只找到他这个比较旧的东西, 然后他有一些分析, 就是告诉你left align label, right align label, 和top line label的区别, 以及使用的效率, 那left align就是说, 他很容易就是看到你所填写的表格是什么样的指示和内容, 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left align的时候, 他这个当中的distance很远, 就是因为有一些句子比较长, 有一些比较短, 那你来回游荡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gap嘛, 然后这个就比较不好, right align的话, 就是说他是右对齐, 那距离首先就是简短了, 所以他表格完成的时间, 几乎是左对齐的一半, 你想象一下这个多可怕, 当你表格很长的时候, 明显的就有马拉松式的拉开了差距, 然后top line的话, top line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他允许用户就是同时, capture到他的label和输入的一个field, 然后他是比left align要10 times faster, 比左对齐要快10倍, 也就是说也许对右对齐的话快5倍左右, 如果我是这样做math的话, 所以可见这个关于从实际上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会推荐top line, 这也是刚才我给大家指的例子, Amazon所用的表格方式, 他们所选用的表格方式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 不是说我摆在左边好看, 我摆在上面占空间之类的, 他们真是做过测试的, 所以根据你的产品, 可以做不同的AB testing, 然后看一下什么样的表格, 让用户完成度, 第一个是准确度, 第二个就是时间要完成的快, 然后综合这些就是比分的话, 选一个最好的一个option, 然后成为你的design solution, 就是这样, 然后今天的话就这样啦,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